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九 今天晚上老坛直播教大家做一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这一张是什么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变起来的 好不好 好大一个不知道吃不吃得完 这个是牛尾巴 我也是第一次吃 看看老坛准备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美味 这个一般怎么吃 一般都是刺身 刺身牛可以吃刺身 不可能 和牛 这个明明就是土牛 和什么牛 在和牛里面养的 和牛 我第一次看到牛尾巴 外面是一层皮 里面是瘦肉 重点是骨头 我第一次见到是这样子 你要洗干净 还有牛毛 你看 一截一截的牛毛 这个全部都是牛牛皮 吹牛皮 这次是吃牛皮了 牛皮啊 牛皮是什么味道 我都没有吃过 煮久它就软软的 软糯糯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牛尾巴是这样子的 朋友们见过牛尾巴吗 应该太大了吧 我觉得这咬不动 是不是 小一点 这个很难 很难砍了 这个东西 这个要用那个弹刀 把这个牛尾巴卡好 卡好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做了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他该做怎么做 一圈一圈的 喜欢啃骨头的啃起来 这个应该很爽 我们冷水下锅 先焯水冷水下锅 刚刚刚逛才 是小夜吗 啊 小夜吗 是啊 不是还早吗 才六点吗 不是才六点吗 这个才叫运货 哼 这个 是不是 哼哼哼 你看 你看 这个是什么鸭 这是鸡 鸭什么鸭 鸭 鸭 腌鸡 直接放到高压锅里面炒好的料 然后要压多久 应该要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 二小时看一下它行不行 好香 这个味道好香 他们说水少了 水少不少 不少 等一下压起来 会收水的 等一下会收水的 水不少 边压边修的 这个锅 刚刚这个锅这里漏气 必须要把这个 对 这个给拌起来 是不是 边煮饭 边修锅 边修锅 这个日子真的是 焦炉炒饭 把这个肉锅把它切起来 刚刚好 刚好收完汁 这样子 这样子 哇 好漂亮哦 这个看着 看着我就想吃了 好 好 好